那么我们现在能够在美国自由的国土上 能够在这里面和平的抗议发出声音 所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一个大爱 你爱你的家人吗 你爱你的兄弟姐妹吗 那你就勇敢地站出来加入我们新中国联邦人 跟我们站在一起 这个能够表示你的大爱 因为这个邪恶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的一切根源 我们是必须把铲除邪恶的中国共产党 推翻共产党 这个世界才会得到安宁 所以说现在所做的这个 中共的这个整个在世界的疯狂 以及气球这个事件 真是引起了老百姓的关注 他们也在想 是不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呢 那么只有我们新中国联邦人站在这里跟他说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n't represent us 美国听说这样的话之后 非常的感动 We are fighting not only for the Chinese people We also try to save the American people 我们不仅为中国人站 我们也是为了这个美国人站 美国人这个周围的邻居 以及路过的人听说这些 我们这个新中国联邦 自发抗议的这些姐妹 说出这样的话之后 是非常感动的 他们是支持我们的 也是当时就给我们祈祷 Pray for you Your mission is really big 你们的使命真是很大 It's hard to do it 但是很难做 但是我们这些新中国联邦人没有放弃 我们永远要站在这里 我们就是说 直到 只要推翻邪的共产党 和让美国政府 以及美国这个司法部门 揪出这些 你背后被蓝金黄的这些黑手 这是我们新中国联邦人的 这个抗议的目标和原因 在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